你好,FLCDES 終於回來了 你由這個風靈高達回來了 你回來了 我回來了,我從日本回來 你是由那個系統回來了 上一集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用Discord第一次 太大會音,就是不懂教 所以這次終於叫了出來 是否讀留言 是啊,Eura已經變成高達系統了 這個OK 因為太大會音 上次是這個意外 誰知道有人以為我們是故意弄到你 好像變成系統 不過都OK的 今天就補回上個星期沒有說的第九集 第九集有什麼感想 其實我覺得第九集很棒 其實也挺肯定Elly在機上 這一部分我們就放在最後再說 但是只看了SHADIKU 金毛的線 我都覺得我真的挺喜歡這個角色 我在日本看的 然後我打算立刻拼取 來RG,不如就出SHADIKU 雖然這個黑肉可能有點麻煩 但綠色的我都試過 那時候 E蘭月4號才到 1月4號 廢了 你出另一個吧 我出哪一個 買不買遲 買不買遲 買不買我看很多人 試一下買 SHADIKU也是訂不遲 但我覺得 我挺喜歡這個角色 總之RG那天再出些什麼 到時才揭條 說回第九集 第九集一開始 即播OP之前 就是一個過去的 就是古爾決鬥 為什麼是過去呢 因為那個 還在贏第八場 因為他第一集已經贏了二十幾場 第八場一定是過去 那個時候 其實是想突顯 這個SHADIKU的心戀不捨 就是說 古爾是這樣贏 金毛就站在米米門口 米米說什麼 每個都只想拿決鬥來得到我 總之米米就不開心 因為每個都當他是一個花瓶 當是一個戰利品 然後SHADIKU就說 我不一樣的 然後他就說 你不想做HODAR嗎 我沒有興趣 所以這一部分 就突顯到 其實這個SHADIKU 即金毛 心裡面應該是喜歡米米的 純愛 玩純愛真的不得了 所以是中了我喜歡的角色的特點 但他有沒有很坦白地說出來 可能因為他覺得他的地位不一樣 有機會 給不到幸福他 很多很多原因 他是慢慢慢慢爬上來的 這裏劇情的後續會有更加多的提示 總之那一刻 類似的 沒有興趣 然後米米都說 太好了 類似的 引證我們上一兩集說過的事情 你記不記得在交流會那裏 他們穿了衣服的時候 我也說過 他們兩個應該是 跟其他人比較好 總之他們兩個有些特殊的關係 然後OP之後 就是承接上一集 上一集就是 原本打算慶功的 他抱著腰 誰知道 突然間因為改效規一件事 開不成公司 就變成 Shardick帶了女兒上來 跟米米他們談判 我看到他合約都做寫好了 擺到明明是 早有群謀 你又對 他寫好了 還有他提供的條件 都是 看來好像很好 他就說 公司代表這塊是你 那些營運之間的 就完全不干涉 但其實 不是真的叫他做完 應該這樣說 米米自己都想做的 他不干涉 他純粹是想告訴他 你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他提供的條件是這樣的 感覺好像 請了米米幫他打工 但你現在是老闆 那類的 因為他就說 現有的效規來說 是開新公司 不行的 未證明安全的話 但是 如果擠入一些既有的公司 就OK的 所以他才提出這樣的條件 這樣看下去 其實都好像 很好的條件 但米米其實一夜就看穿了他 其實是不是你改校規格 很明顯 很明顯 然後就穿波 然後就談判決裂 這個校園來說 還有一件事 是可以決定在一起的 決鬥 於是很快就引導到 他們兩個之間要決鬥 就是地球宿舍 對這個 Grasley 總之金澳的宿舍 你講中了 真的講中了 團戰 我上次都說了 有六部機 沒理由不是團戰 就是滿滿團戰的味道 那就是真的團戰 6V6 但何來他們這麼多部機 地球那邊 因為地球那邊 真的可以打得了 還有朱鑽 另外那四個就是雜牌軍 但都要找機 最後米米就找了佩爾遼 就調了四部船機過來 而從6V6的團戰來說 其實米米都開了一個特別的條件 他就說整場決鬥要直播 直接是要被集團愛的人看到 因為這件事 對Gundam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那一刻的Charlotte 其實都想著自己都贏硬 所以就無所謂了 就照殺了 那條件 為什麼他會把自己贏硬呢 原因就是 他那六部東西 是完完全全的對Gundam兵器 是的 又是那句 在第零集的時候 有一部可以收益人家當的 領導的停機 正正就是同一間公司出產的 所以這部機也有制止Gundam 的能力 所以其實 在Charlotte的眼中 當下那一刻 其實是正在贏 直播不直播 反正都會贏硬 當初就是這樣 決鬥來說 兩邊都要拿東西出來賭 米米就要修改後規 而Charlotte就說 如果贏了 就整間公司接手 然後去到真的開球打之前 其實都有點小炒曲 這個Nika 不是捉了金毛出來的 你實在太過分了 大家明明很努力地開公司 很開心 然後金毛就跟他說 這個跟負責聯絡的你 是沒有什麼關係 類似的 就證明了他們兩個 不是有路 因為很失望 因為他們的本子很棒 本子很棒 他不說那句更好 因為他後面還有一句 我會再堅持多一會 然後拍到我的頭 好像是真的有路 但發覺原來應該是沒有的 而同時 也引導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Nika是負責溝通 到底溝通什麼呢 就是下集就知道了 另一邊商 因為他們不夠PILOT 那Selector就出去找 SKE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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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跑去找 找到古古 誰知道就撞到古古 其實我不會說自己說中 但我上集也說 古爾應該在這位是有點氣氛的 我猜不到真的撞到他 不過呢 令大家失望的是 古爾就還沒加入這個Gundam Corporation 我沒想到他完全不加入 我以為他後來加入 他可能後來也加入 你不知道的 即是他那一刻有仁義的 你見他 Selector就跟他說 我們不夠人打 想找人幫忙 爸爸打給他 他還好像一隻狗一樣 但他打給他之前 他都已經跟Selector說 不行啊 我爸爸不讓我打 然後他就不打 魔鬼 但那一刻 你會覺得他個人 對比起第一集的距離 其實很不同 是啊 我覺得乖巧了 可能去完CAM幾個星期 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就很失望 就沒有進去 但我覺得還好 因為總有個位置 我覺得他會加入主角群 說真的都沒有靠山 那麼Selector 遇到古古的同事 其實Mionine和Shatigui 都在溫馨門口聊天 現在取消決鬥還來得及 不如不要打 那些 就不想跟他打 真愛 我覺得他是不想傷害到他 其實想暗地保護他的感覺 但是下一集又好像不是這樣的感覺 他倆聊天 就說這樣的決鬥是很多餘 其實因為Shatigui 都不想跟他開展 然後米米就說 結果你其實都是跟這個臭老爸一樣 都是當我一些裝飾品 然後你再看下一幕 Shatigui的樣子 嘩 不是很開心的 不是不是他又很緊張 不是啊 真的不是這樣的 然後女兒是不讓她進來的 你不要進來 好痛啊 其實從那一幕開始 我覺得她是之後撞到Slater 有一點發射下去 那女兒 但是其實從她很緊張那幕開始 你看得出 其實她是真心喜歡米米的 神愛 完全是 你不會那麼緊張的 那她趕了出去之後 沒辦法 女人發瘋的時候 怎麼說都沒有意思 要說得好像很多女人一樣 就是凡事女人 然後Shatigui就撞到Slater 這下那個對白其實也OK Shatigui就說 快點制止你的新娘 就是阻止她暴走 然後Slater是說 如果是新郎的話 我應該相信她 那一刻就張了她的軍 然後Shatigui那一刻應該是 但這一隊和下一集很大對比 是有些對比的 但是她那個自尊心受損的時候 她就說 那我也不會再猶豫了 因為要打殘器 那些 他們就6v6正式開戰了 那他6v6的戰鬥條件 就是指揮官武器那頭 她的角被砍了 那裡就輸了 其實跟普通的決隊差不多 純粹是性敗條件 就是在指揮官那裡 她就沒有特別提過 那些其他隊員的機 其他隊員的機 應該是變得怎樣都沒有所謂 還能動就行 而地球宿舍的小隊 其實那個戰術也是非常簡單 那一頭就沒有 那頭就是L 那風鈴高達當然 因為可以打 那尾就是Juju在後面的Sniper 那中間四個就有什麼 有空拿去做盾都可以 很慘 真是慘 但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實力其實差很遠 因為其實對面那群女 好像在PILOT 4裡頭幾 那麼厲害嗎 有的有的 很快Juju就馬上被Shatigui表了 都合理的 因為要打也是先搞定打得的 我想她一早就猜到米米的策略 合理啦 非常合理啦 我給我都會猜到 那是 還有Sniper 那一早就做下了你 然後另外那些就 不太用理啦 就是一人一件 就很快被人滅了團 是 這個肥婆搞笑 肥妹 不是肥婆 這個肥妹也有趣 就是那個Mavin妹找她去尋仇 是啊 為什麼搞我兒子 12號後備 12號鼻胎 鼻胎被人搞都要尋仇 她都很忙 那我就找她 她說不要啊 她約我吃午餐了 拒絕了她 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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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我的男人 自尊 自尊受損 然後就打爆她 但是我到現在還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個肥妹會有這麼多兒子 真的不知道 她會有很多兒子嗎 那她官網也會寫的 她會有很多兒子 她會有很多兒子 有很多兒子 但是不知道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她說話也蠻有美力 蠻可愛的 OK的 但是未去到真的會混 不知道啊 可能這個AS年代的審美觀一點不同 唐朝審美觀 我又來 又來 OK 他們又繼續打 去到屯滅的之際 古兒也很努力地看ipad幫她打氣 已經不想理她了 我跟得很貼 但我已經不想再理她 為什麼不想再理她 不知道 我覺得她很廢 不是她很想參戰的嘛 我那時候有想的 她拿著ipad會不會 扔掉ipad 我也是有想過 誰知道她沒有 誰知道是爸爸打電話來 我已經幫你安排了這個 退學的安排 不是花人 退學 你退學吧 你去我子公司工作 安排好地方給你 安心做個二祭組 她那一刻都自尊受損 有點惡 之後再看看她的發展是怎樣 接著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風靈高達一打六 我和你的觀點有點不同 但是最後只有一次 我覺得也是 那她怎樣打法呢 一打六 一打六都算了 她還要立刻開了一個 其實那個就叫Antidoto 反制波 我看了一個字幕 叫反制波 這次不開一個 要開六個 一起開 一個都不夠六個 一起開下去 其實就是第零集那時候 殺爸爸 殺爸爸 或者滅門那時候用的東西 那就是一些針對Gundle方面 專用的武裝 來的 那這個反制波 一打開了之後 那風靈那時候 你看到那些伏油炮 其實都已經馬上去掉了 對 就動不了 但唯一一個有分別的 就是風靈那個駕駛艙 是還能動到的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因為第零集那時候 不是有一個 是不是Wendy 就是爸爸之後 不是有女兒 那一條女兒死了的 她那時候 她開過機 一中了反制波之後 她是連艙都動不了 我印象中她是關燈 然後她怎麼動都動不了 但是風靈高大的分別就是 她就算中了反制波波 機動不了 但是那個艙都動不了 我就是留意到她這一集 那個頭盔這個位 寫著自己的模式 那這個也很重要的 她就是寫著手動模式 對 Manual Mode Manual Mode 有些手動模式 就是說原本 在手動模式之前 就不是手動模式 還有手動模式 還有手動模式之外 其實理論上 ES模式 可以是ES模式 但如果最合理的 就是不是手動模式 就是自動模式 那就是一路以來 那些發油炮都是自動打的 那怎樣去自動去打呢? 會不會是有些東西在裡面呢? 這個就是 引伸出來的疑點 但是怎樣都好 她轉了做手動模式 那就是說 Sletter自己坐在那裡打 那些女兒都說 沒有了飛油炮之後 你也是廢踩過來 那些 原本就打算她不夠打的 嗯 她跟機器聊天 溝通 你覺得是跟機器聊天 我覺得她是跟機器聊天 但我覺得是 她也是同一部機聊天 但她是installing 什麼installing 就是 她不是有一段說 你願意和一氣嗎? 可以嗎? 那一段先 不是 一開始 她最鬼的那句是什麼呢? 她的機器可以動的 但沒有那麼厲害的動作 然後她自己一直在說 是不是很任性啊? 很想跟這個米米一起 不知道怎樣 但是我發現這段畫面 那個聲優說話是一個大人 一個小朋友 OK 這是一個挺好的 挺獨特的觀點 我剛剛跟你說的 我知道 但是我自己覺得 她那個對話內容 就是有少少跟機器聊天 只不過你作為觀眾那邊 是聽不到她聽到的東西 哦 我是這樣想 類似問句 然後可能機器回答她 但只有Sletter一個聽到 所以米米那個人才說 就是她在後台那時候 她就聽到Sletter自己 自然自語 那她就說Sletter 那樣的嘛 我覺得她之前 風鈴沒有變成藍色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她變成藍色 Elly會安裝進Sletter裡 所以她會變成兩個聲音 就是聲音會變成一個大人一個小朋友 那樣的聲音 就是好像人格分別的 她的意思是 是小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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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類似的 其實歸納的話 起碼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是頗值得留意的 第一樣東西是 首先這部機器 應該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第一次 Gunnel Format那些位置變成藍色 是啊 變成紅色才變成藍色的 但是Gunnel Format變成藍色呢 說真的 我很容易聯想到 就是零集的時候 Elly讀iPad的時候 都會玩Foot Ninja 那時候 那一幕呢 它就是臉變成藍色的 是啊 所以越來越像那隻東西 這隻藍色其實只有Elly有用過 其他人沒有試過想過 在這部劇裡面暫時是 暫時是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角色會是 但是 現在暫時來說 其實只有Elly是這樣的 所以就很明顯 第六集 那些嬰兒出來的時候 都有一些藍色的 藍色的嬰兒 不是不是藍色的嬰兒 後面有些跳跳 跳跳也是 所以其實是 滿滿關於Elly的味道在裡面 就是這個 所謂的覺醒形態 我覺得是覺醒 我覺得都幾明顯 就跟她有關 而另一件事 我反而留意到她的對白 不是你剛才說的對話 是她的機器移動 她是說一個 Ethanda 原來你在啊 她說的原來你在 即是她一直都不太肯定她在不在 那我跟她看法有點不同 但是怎樣也好 就是講Elly應該在那裡 我們最後結論是一樣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是不說不行的 就是她媽媽流眼淚 這個真的很 鬼不鬼 我覺得有兩個意義在裡面 第一個意義 始終這個反制波 就是當年收了她的一群皮 就是滅了她們的武器 而她成功反制反制波 是反制反制波 因為其實她是類似 把那些反制波反彈回來 因為你看到那些女兒 是動不了那些機器的 總之 那些風靈高達就可以成功抵禦到這個反制波 還要有對策 所以可能對於這個Pospera來講 就是對於她媽媽來講 是一個值得鼓舞的位置 是 所以她因為這樣流淚不出奇 而第二件事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原來你在啊 那一句 我就是在想會不會 會不會啊 都是一些鼓的 現在鼓賽沒有所謂 大頭盔落到 但是我猜 暫時都 我猜六七十百分 其實意向都是 somehowElly的意識 在風靈高達裡面的 嗯 如果不是解釋不到 Metford Park 藍色風靈高達之類的 我猜她媽媽呢 是不肯定Elly 還在裡面 就是在裡面 還在裡面 但是不肯定她的意識 還在生存啊 或者之類 哦 那如果她看到藍色的風靈高達之後 因為她是Exactly 她看到藍色的風靈高達動 她才會流淚的 那有機會是 那一刻 原來她看到藍色的風靈 就知道 原來那個女兒還在 有機會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提及過 Installon 嗯 我只是覺得 因為這件事叫醒了Elly Elly 進去Slatter生 她們有對話 就是她哭 總之就是看到她的女兒 對 兩個都是一樣 形式不同 但是指向的結論 或者方向都是差不多 對 但是我覺得Installon 發展得很恐怖 很恐怖 就是最後可能是殺了這個Slatter 是啊 就是那女兒 就不肯定 她說如果是這樣 都幾十倍 剪開 這套東西都是不得了的 但是這個位置 就已經帶出了很多 我們這麼多集以來的疑問 總之Elly一定在裡面 差了她的形式是怎樣 還有到底那個意識是 完全在這裡 控制到 控制不到 之類之類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都很明顯是兩個人的 嗯 我覺得 金毛也算是這樣的 都還打鬥一下 總之最後 金毛是打算收她的 然後誰知道 最後就很精彩 就是一下追爆她的頭 這個是大家都沒有特別猜到的展開來的 因為我一開始是想著 一定是 風靈高達有開掛 我覺得這一幕很重要 就是代表大家一起完成這件事 而不是只有風靈一個完成 是的 所以是挺好的 那就是 Juju 原來那部Sniper還沒收皮的 是四個托了一支槍 然後整個炮台 一射四個 那個是挺有型的 是的 還有可以漫模型 最後她贏了SATIC 也是洗腦的衝出來 飛出 飛出 很可愛 這個好可愛 這個好可愛 不忙買廣告 最佳推銷完是你 最後就是風靈高達贏了 即地球宿舍那邊贏了 他們就順利開始公司了 我覺得看到這裡 其實這一集的內容已經很豐富了 是的 但是呢 最後一段時間是不得了 怎麼我問你 最後我問我SATIC 不是在溫室門後 聊了兄弟 說 早知道就一開始搶過來 買咪都很鬼 然後買咪就說 你現在這樣說我不會被公司來過 然後金毛這句才是禮料 我自己是禮的 嘩 達桿已經走走了 咪咪去到遲了 是啊 你現在才說會不會太遲 咪咪可能對Charlie有一點點意思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一起 雙壞雙殺 雙壞雙殺 所以水星柯女仍然都是這麼好看的 好 我們接下來就會說第10集 喜歡的話就可以留言 那就是一句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分享和訂閱 記得訂閱我和Yuna的個人頻道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